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小夜不消,大夜受报 下 负能量会传染的 在身上会越积越多 就像一堆垃圾一样 会散发出臭味 最后把整间屋子都弄臭了 学佛人不改变自己的杂念 是无法修心的 要坚决跟自己的杂念做斗争 杂念一出来 马上就要否定它 不要让它在脑子里存着 就像一个垃圾马上要倒掉 不能放在家里存着 越存垃圾越多 而且还会散发出臭味 就像一个人杂念越多 一定会影响你的正知正念 慢慢就会让你搞不清楚 什么是杂念 什么是正知正念 你心里的正能量 和正常逻辑思维 就会混乱 这样对修行非常不好 要学会警惕自己的杂念 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犹如开车就要一直往前开 不要走小路 走小路会让你找不到大路 很多人学佛 这条路走走 那条路走走 到最后 连佛的光明大道都找不到了 所以就白修了 其实这是一种更大的痛苦 因为找不到自己了 就像找不到学校一样 找不到菩萨 就像找不到老师一样 佛友之间只能传递正能量 不能传递负能量 否则就像传染病一样 会把病毒传给别人 一定要坚定信念 对佛的信念 就像每个人身上的免疫力一样 别人的负能量就伤害不到你 杂念现前要警惕 坚持佛道 勿迟疑 正信正念正能量 无私无为 无我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